这组当中第一位要进行比赛的是来自波兰的选手 叶卡捷琳娜·库拉科瓦 这组当中第一位要进行比赛的 叶卡捷琳娜·库拉科瓦 叶卡捷琳娜·库拉科瓦 d get that ∼ laugh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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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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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现在要看一看他在技术方面以及在表现上最终的分数 之前曾经是取得过66.08分的短节目最好成绩 是在19年的华沙杯这次是有扣分的情况 而且艺术的表现并没有达到以往的高度52.28分 最终呢是排在一个第17名的位置 其实他的跳跃在之前呢也是一个名尝试过做三周的菲利普跳 再加上三周的后外结环跳的选手 但是今天在跳跃上呢并没有上到非常高的难度 而且跳跃的瑕疵也是影响到了他在技术方面的得分 美国选手陈凯文登场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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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凯文的短节目的音乐呢 是来自美国流行歌手凯迪佩里的崛起 而这首歌呢 也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 凯迪佩里为此而献唱的歌曲 整个节奏点呢 都是铿锵有力 这需要陈凯文呢 去更好的去演音乐 在这套节目当中呢 他是成功的完成了 三周的歌手跳 加上三周的 Tulub跳的一个连跳 所有的跳员呢 都能够顺利的去衔接 他的教练呢 是塔米干比尔 这位教练呢 也是专注培养华裔的选手 由于在北美的知名的 陈姓的花花选手啊 非常多 他在这个花花选手当中呢 是排在第四 所以呢 按照这个年龄 排在第四位的这个陈凯文呢 也被中国的花花名呢 亲切地称为四妹 按照年龄从小到大 排下来 陈姓选手呢 是有陈婷婷 陈伟群 陈薇 陈凯文 优美的花形 加上自己在技术方面的加分 这也是定到了高级的旋转 陈凯文 陈凯文以前是参加过世锦赛的赛事 那么当时呢 他在世锦赛的名次呢 是排在了第四位 是在2017年的时候 这次 我74点40分啊 74点40分是刷新了 他在短节目的最好成绩 那目前是 再度改变了场上的局势 74点40分 美国选手陈凯文 是越居榜首 来自美国的选手 梅贝伦尼斯梅特 近年是26岁 是一名老将了 短节目的音乐 如果我得不到你 就在无数一句话 我负心 不得不到你 这次就会有这样 那就是 我负心 给他 我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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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负心 我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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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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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登场的选手呢 难免心里会有一些压力 毕竟是目睹了这一幕 也希望后面登场的选手呢 能够稳定住自己的心态 去好好的表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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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对他们而言 就必须要去迎接这些挑战 更好地去表现自己 十八岁的亚里山大费金来自保加利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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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保加利亚的选手 亚里山大费金完成了自己的短节目 还是扛住了压力 他的选曲呢 前半部分应该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新德勒的名单 然后之后呢 接的是意大利新古典乐团 影修所所做的地平线 两个音乐呢 都是较为低沉 需要选手体现这种 永远的心绪 这位选手呢 他是四届保加利亚全国锦标赛的冠军 曾经两次是拿到过索菲亚杯的冠军 作为欧洲的小女单呢 她是可以去 在她的教练团队 包括她的这个 自己的个人表现之下 她是可以去掌握 这种三接三的连跳 亚里山大费金今年是18岁 她是在2012年的时候呢 加入到了阿尔贝纳 登科瓦和马克西姆 斯塔维斯基的团队 之前呢 一直是在俄罗斯去参加比赛 这套节目 其实在这种低气压的环境下 刚才所有人都处于一种 惊讶的环境下呢 是延续了一种悲凉的意味 但是她在比赛场上 表现出了整个音乐的特质 而且跳跃的衔接 也能够做到准确 还在等待她最终的分数 刚才比赛的节奏呢 也是受之前的突发情况的影响 那现在看看投入到正轨之后 59.97的得分排在了第八位 还是处于一个安全的位置 因为这场比赛当中呢 只有24名选手 是可以进入到之后的自由滑 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 凯拉宁克莱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茨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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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接她的是她的教练陈婷婷 陈婷婷是1985年全美的女单冠军 也是第一名以亚裔的身份去登上女单领奖台的选手 臉跳 点冰上呢可能并没有达到特别完美的程度 这位选手是六次取得澳大利亚全国的冠军 可以能够感受到她在艺术表现方面的张力 但确实在一些动作的细节方面呢 还没有达到非常细腻的程度 不过在今天的赛场当中 这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姑娘 是抓住了这次市井赛的机会去充分地展现了自己 整个音乐呢都是极具旋律感 而且也有一些 音乐节拍比较鲜明的 略悠扬略朋克的风格 凯拉尼克莱恩 看看九个裁判最终的评判 56.86分是排在了第14位 在她的这个旋转方面呢 是出现了扣分点 这就影响到了她在这场比赛当中 短节目的一个排名的安全的位置